这是宗教高级属于傅教授级别 我也是高级 傅教授带一宝 他没有一宝 没有一宝 这是有问题 有失去一宝吗 这居民那个 能住院不能看病 您好大姐 红娘甜甜 甜甜 今天看那一期节目 就是那个 车场就是 对对 我一看 这儿挺好 完了 不论是 形象气质 松花唠嗑 挺大气的 你觉得 挺大气的 就是他跟那个 那个那个 就那个女士牵手说了吗 那个女士说她工资少 她说你的工资你支配 那我的工资咱们一起花 你工资你自己存 我这钱工资够用 这一点就挺大气的 对不对 脾气好像挺柔和的 挺柔和的 不是那种暴躁的人 脸上没写的那种 挺就是 一瞅这个人 就是脾气不好 有的人脾气不好 脸上能看出来 写着无数字的感觉 一碗就放链 还不在家 就我自己 我也天天擦 就习惯了 自己天天擦 天天擦 每天擦一遍 建设我的衣柜 建设你的衣柜 我这个人特别干净的人 你看什么都就是做什么事吧 我也是 我这个人也特别规矩 大姐这裤子也太板了 这裤子都是翻过来的 对对对 怕落魂 然后怕落魂 怕落魂 太板着了 大姐不光是裤子 看看上面那个袋 对 那个塑料袋里边装的东西 塑料袋都给你 裸得整整齐齐 对 看这底下这个箱子 一裸一裸的 上面叠的衣服 都是一块一块 不骑你脚是咋的 就是心里不舒服 心里还得给它拿下来重新装 有没有 必须得给它装齐 对必须得 看大姐这个床头上 这些小孩玩的 是不是啊 小动物 这也摆得一溜 哎呀 骑骑耍耍 这盒子也是 这些盒 哈哈哈哈 你这嘛 这是刻的水浇花啊 对 备用嘛 那你都用一样的瓶子啊 是 然后这匹手都是冲一边的 对 觉得你对它是有感情的 没有 没有 再解释那个 啥时候李的婚呢 2000年嘛 2000年 嗯 我记得了 你这婚到现在有20年了 嗯 有了 那20年 你这婚20年后来一直没长吗 没有 没有 害怕了 害怕了 嗯 为啥害怕了 哎呀 再碰到一个那样的怎么办 不想做 那你当时跟它结婚 你是觉得它哪点吸引你 让你觉得你就跟它结婚了 没啥吸引你 你喜欢就大了 大 为啥大了 鸡毛酸皮的事就大 那你没问过他吗 没问过 不愿意跟他说话都 有经历过 只有经历过 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对生活一点就是 就是看不到希望 看到潘大哥这个人 才决定报名了 对 要我才不报名呢 那潘虹年大哥 真是就是 就给了你老大的勇气了 是不是 对 成与不成 我的勇气哈 他也是鼓励我了啊 大哥 那你那个 上次给你接任大姐 你俩为啥没出我后来 他那个工资吧 现场底他那个医保吧 属于啥居民医保 他能退休金吗 是单为一个小企业 取办的 嗯嗯 我也考虑还是不行 跟家里商量了 但是家里对这些事吧 都有看法 还是果断一些 嗯 家里的对 对你同事尊重 先找一个就是 有建议文化有气质 嗯 有这样的 这个从那个影像之后 看这个人这个气质 一看是有文化质 嗯嗯 我们整个家庭背景 我们是有文化的 嗯嗯 家庭啊 一看是文化质 另外有职业 嗯 这方面我都可取 跟你们的一起哈 我也看穩重啊 挺優雅的 就觉得挺靠谱吧 嗯 能好像是呃 真正的走到一起哈 好像能挺踏实的 这是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吧 你直接说 嗯 没啥要求 嗯 我还不能说像人说 那光字本教我什么的 我没有 尤其后走到一起 然后你要是太进了场了 人家这些人 有想法 想的就多了 是不是啊 我没那么想法 我没想要人多少就多了 我没想说 把工资卡给我 嗯 进了场 我没有 他这个人吧 不像别的女 要把工资什么什么地 成人地 我们家都有退休息 我们家全面都是 全面全面编制公用企业 嗯 我这条件就这样 嗯 工资不太多 这个房子 这房贷我还 那孩子 现在房还还贷呢 对 这房花多少钱 呃 当时好像花 呃 五十七万 啊 现在还 还多少了 嗯 还有 不多了 还有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你又还多少钱呢 嗯 现在两千零几了 那两千零几 那你一个工资不够啊 嗯 差不多吧 嗯 差不多 那你的生活呢 那以前生活儿是天博啊 嗯 有的时候欠天博啊 嗯 工资是低的 低的不还房贷吗 嗯 再还一年差不多了吧 嗯 嗯 我工资可以 两个在一半可以 大姐现在还房贷的事 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 那不介意 你是不是 是医保 没有 就是 这个社区的医保 啊 你是社区医保 社区医保 没有医保 他没有医保 没有医保 这是有问题 你有社区医保吗 这居民那个 能住院不能看病 啊 我在女方家呢 我把情话给你说一下了 你看看 你看一下了啊 呃 这位女同志吧 人品确实不错 他现在一月就能开两千块钱 没有医保 医保 医保是自己买的 到家一看这个家里管理挺好 干净利索 是干活人 条件肯定是一般 但是人你要想中呢 那你就提出一下 就算这个 本人条件一般 你看这个人这个方面 已经是一般的话 那你就拿走 知道吗 那行 那我听你的 嗯 我直言不会 我也是机会高中教育人 嗯 刚才我跟家里都伤了 跟我弟弟伤了 我们家很重视这个医保问题 哦 很重医保问题 这个医保是大事 我公里本身就是医生 哦 行 我不在乎你挣得多少 嗯 就很重视这些这些事 嗯 真的确实不好意思 没事 然后到时候 我在给大姐介绍更好的大哥 我在给大哥介绍更合适的大姐 是不是 姓潘 叫潘红年 在一期退休 你好 我看过你节目 好好好 小红娘让甜甜一说 我说 啊 我说是亲厂的 我看过的节目 嗯 她说是 我说那很好 我说 而且那个节目我还挺认真的看 哈哈哈 那你现在叫啥都没介绍 对 我姓赵 赵兰叶 我是职业就职学校的老师 啊 还有两年退休 啊 韩清的还上班呢 对还在上班呢 还上班呢 因为大姐是那个这个副教授 所以她可以验到六十 可以验到六十 对 正常五十五也就退了 对对 要说巧呢 大姐也是副教授 我说大哥也是副教授 是吧 来两个副教授用的手吧 热红专业 热红专业 对 我是宗教高级 属于副教授的基点 我也是高级副教授代理 好 爸我没说谎过啊 那真的 我真给她记下来了 你一说我看这不就是他吗 啊 就记这一个 对 就记这一个 哎呀 就记这一个 我就给你介绍这个了 你说巧不巧 大姐咋样 嗯 不错 嗯 起码她有教养 有文化 通谈话的看出 气质不一样 感觉她好像比电视里头 还年轻一点 那大姐那个还在职 那我不介意上班 正常上班吧 工作吧 就是关我这方面的情况 从电台介绍 天介绍 你还有哪些不清楚的 你就可以问我 唯一的就是你吸烟吗 我不抽烟 哦 那就没啥问题了 那你会不会做饭呢 我 我的缺点就是啥呢 我不会做饭 就不是不会做煎草通廊 正常饭咱会做 不会煎草通廊 这个不会 就是没事做饭的时候 你可以做点吃 都可以做 能吃到嘴 对 你什么炖的什么 你就是上席的东西咱不会做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对 你刚才说煎草通廊 我可不会 然后代表说 那我也不会 对 那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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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这儿生活 不会上饭店吃 是不是很甜的 以前你是省医保吗 是医保 你也是 老师不都省医保吗 不对 高校的都省医保 省医保 我们属于中专 中专 是医保 我们一期是医保 我们都是有 但我们一期有个特殊代理 就是中专期 我们有个补充医疗 有个补充医疗 这是 结算以后吧 到我们一起 还能再做一次结算 我们有这个代理 有这个代理 就比省医保还高 退休金 退休金那个 7500 有医保 医保用 这是硬价 这就可以 我的弱势 我这么说吧 一个年龄 我69 比你大了11岁 这第一 第二呢 我没驾照 我有 我没驾照 没车 这是无论事 论年龄好像说差十几岁 但是从你这个状态看 感觉好像不是差那么大 都差那么多 真的 我从来不会经常碰查 家伙我全干 那你厉害 不是 不管那个 家伙我全干 我就像脚这样 没什么问题 没有 那今天有没有用在家里 再汇报一下 问得行不行 这没问题了 可以 那可以 那可以 你也不用汇报了 我来的时候大姐就跟我说 看过大哥的结婚 刚才你看大姐给我拿出一个小条 你看 记得是你的年龄 跟收入 还有这个 这个 住房的情况 大姐说 看这么期节目 就记得这一个你潘大哥 再婚 我是再婚的初恋 真的 真的 我现在要出来 大姐呢 大姐 我还表啥态 我那个条子都已经表态了 是不是 你俩以后好好相处 然后要处得好了 那就是尽快让这个双方儿女也见个面 是不是 早点把事定下来 好了感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老铁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喜欢星空店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期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好 好 好